大家好,我是小思 这一期教大家做的是非常硬时节时令的辣梅香膏 那说到辣梅啊,其实还有个冷知识 原来辣梅啊,它不是梅花 辣梅呢,是落叶灌木 梅花则是落叶桥木 两者最明显的不同呢,是花期 辣梅呢,开在寒冬 剩花期呢,在寒冬腊月 曾有一位宋代诗人写道 诗暴辣梅,开最先 小玉风季,雪中盐 而梅花呢,则在开春开放 剩花期呢,要晚两个月 因此呢,辣梅又称为东梅 梅花呢,称为春梅 辣梅呢,被作花中寒克 而梅花呢,是花中青克 那王维呢,有首诗叫 《来日以窗前》 寒梅注花味 此处的寒梅大概可能就是辣梅吧 而江南无所有 辽赠一枝春 说的应该就是春天的梅花 那辣梅其实是很难提取香味的 我这次用的呢,是油浸法 油浸法呢,顾名思义 就是把新鲜彩的辣梅花呀 放在油中 然后浸泡一段时间之后 把它的香味提取出来 那我这次用的基础油呢 是甜杏仁油 因为冬天啊,它比较干燥 甜杏仁油呢,是可以比较好的 去滋润我们的肌肤的 因为这个香膏啊,还是希望它有一定滋润皮肤的一个功效吧 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制作方法 其实整体还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采一些辣梅花 然后呢,把它放在植物油里面两周左右 浸泡完之后呢,再把辣梅油提取出来 再加入一些风辣或者是可以凝固的一些油脂 就可以成为这个辣梅香膏了 你学会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